连接两栋大楼间的通道楼梯 被地震震裂出成人拳头般大小的裂缝 相当触目惊心 旁边墙壁也因为地震裂开掉落水泥块 会看现场还有师傅正在抹上水泥填补中 零四零三大地震之后 机动市役会议长同志委 接到仁爱区仁德里长王朝成 博爱里长邱三元 以及新店里长陈又毅三个里的里长反应 盖在续川河上乌龄将近50年的清明 至善以及明德三栋大楼 每栋144户 总共432户 不少内部及外部都出现裂痕 钢筋裸露以及瓷砖掉落的情况 大家都相当担心是否能够抵挡得住 下一次大地震的袭击呢 因此鉴请议长同志委 邀请市政府相关单位 以及结构技师前往查看 评估是否应该拆迁补偿这 三栋大楼的住户 要求政府立即的来做一些补墙的措施 那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了两位结构技师来看 除了补墙是马上的安全问题以外 我们应该做一个长期的结构鉴定的评估 是否有拆迁补偿的必要 我们应该朝向这个方向走 因为这个问题讨论了非常久 也被市民诟病很多 但是我们能不能找到一块中继宅之类的等等 让我们的144户乘以3的所有的居民 有一个安全的空间 然后来做一个都更的必要性 我想这也是基隆市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陪同初步勘验的结构技师表示 这三栋大楼到底是补墙就可以 还是必须要拆除改建 都需要更进一步的检测 我们刚才巡视了下来 有非常多的那个混凝土剥落跟钢筋外露的状况 然后伸缩缝也没有设置 所以其实我们是建议说 可以做进一步的鉴定 来评估说它是不是能够再抵抗下一次的地震 那是不是要做拆除或者是做补墙的动作 这个都是等后续我们的鉴定报告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可以跟民众跟市政府这边 再做一个协调跟讨论这样 议长佟梓伟表示 先前就不断呼吁过市政府应该建立 基隆市围绕都更专责检验平台 如今地震已经过了几天呢 那我想我们也在脸书上常发表 我们应该做一个都更的检验平台 而不是遇到事情的时候才处理事情 我们应该长期来看 因为我们基隆市有非常多的老旧大楼 因为我们开发非常的早 所以民国三十年四十年盖的房子 现在大部分都在市中心 都非常的老旧 我们有没有专责的平台 督发处有没有规划专责的人力 来看我们每一栋大楼的安危 你看经过地震过多少天 今天是第几天了 那我想利用这个机会 也呼吁市政府 我们应该积极的作为 弄一个平台 检验基隆市所有老旧房屋 我想这是一个长久的解决之道 同志委认为所谓 围绕都更专责检验平台 就是由工部门投入调查 建立机制 让民间民意代表来提报 并且整合都发处 公务处等单位 定期进行公开的基隆市 都市更新说明会来回应民意 而陪同会刊三栋大楼的基隆市政府 都发处则表示 这三栋大楼是否符合黄丹建物 甚至是红丹建物的标准 都要等待委托的两个工会 技师检测之后才能判定 而0403地震之后 到目前为止 全基隆市只有暖暖的一栋建物 贴上黄丹 我们也是会委托 那个结构技师这边 后续会做结构的评估 那至于那个黄丹的部分 我们会经过两个技师工会 确认过之后 我们才会判断 它的那个黄丹的部分 那目前我正式发文了 是有一个黄丹的建筑物 都发处指出 其他有提报的建筑物 都还需要相关技师工会 检测结果后才能判定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